自己看這些劇透我真的覺得有點可怕 OMG 愛丟卡長矢 我真的看到了這個票數的時候 我真的心腳痛 想到他我都覺得 心裡就是非常異難品 我真的有點哭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副社長Nikki 今天又是我們每個月一次的 副社長的BL調查局 那今天跟大家調查主題 那也就是上個月呢 小豆腐已經有透過表單 填寫一下大家自己的意見 那主題就是 此生最嚴重陰影的BL作品 那我想呢 人生中應該都會有一些就是 非常非常就是 覺得 此生真的是錯負了 看了這個作品之後呢 充滿了很大的陰影 很想要推薦給別人 但是呢 又很希望對方不要看過這部作品 就是那種白幹交集的那種心態 有些人呢 覺得這個東西真的太恐怖了 恐怖到覺得自己非常的壓抑 然後有些呢 是覺得天啊他的結局 他真的是不能接受 等等的 那今天的調查局呢 也會一併的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們這次的調查局呢 收到了783票的有效票券 那我們這次分別的作品呢 因為其實是比較分散的 不管是標劇 然後漫畫小說啊 廣播劇啊 然後或是動畫等等的 都可以投 那我們就選擇 最高最高的前五名 來跟大家做分享 其他呢 有一些比較雷同票數的 但是沒有進到前五名的 到最後也會講一下 大家的一些有趣回答 還有包含大家有可能留言跟社長聊聊啊 然後或是想要跟社長就是告白等等的一些話 我也都會在最後跟大家分享的 那因為這次影影作品呢 可能或多或少大家都會講一下 為什麼這個東西讓他覺得有很大的影影存在 所以會有或多或少的劇透 那大家就要自己斟酌一下就是要不要觀看這部分 好那如果你們也是對大家到底有什麼樣的影影作品 非常好奇的小豆腐 那就記得繼續看下去吧 在開始影片之前呢 不要忘了要先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我的Instagram的帳號 也一併的追蹤起來 那裡呢 會分享一些我的生活日常的大小事哦 在影影作品支配大家之前呢 Booker Walker還有社長呢 早就已經貼心的幫大家準備好 甜餅作品給大家了 Booker Walker 9月份推出 這對CP太圈粉了 甜度爆表BL主題書展 活動頁面精選了超級多 甜死人不償命的漫畫本本們 加上參展的BL本們全面七九折起 本次還加碼發起了直球對決 找了三位台V 不葉華、阿薩、鑰師試單 來公開處刑 讓他們直播、朗讀BL、瑟瑟本 那我看了一下呢 書單 阿薩要念的是 獎勵要在調教之後 個人覺得呢 這個處刑指數呢 有高達120分 非常的期待 非常的滿意 而且在活動期間 購買合作限定書籍 還能免費領取6款VTuber書架 那社長呢 可以support大家的部分呢 當然是要為荷包進行CPR直寫的部分 狂撒折扣優惠券給大家 Nikki粉絲的專屬折扣優惠券 即刻起點選資訊欄和置頂留言處的連結 就可以領取 滿999折扣100元 看完影片的引領作品呢 被虐到心臟痛的話呢 不妨去BookerWorker買個10本甜本 來平衡一下身心 社長呢 就是如此的貼心 看V、看CP、看虐、看甜都可以 那首先呢 先公布第五名 同樣是獲得我們21票的兩部作品 一個是VIO漫畫 一個是單美的小說 那漫畫的部分呢 是在殉情之前請等等我 那小說的部分呢 是二哈和他的白毛絲尊 那投給在殉情之前等等我 這部作品的小豆腐呢 有說一些理由 就是一開始還以為自己點進了 什麼奇怪設定的漫畫 但是看到後面才逐漸的猜到說 獸已經過世了 過去的事情和現在的事情 都有描述的清楚 不管是公這幾年以來 對獸一直放不下 還是獸說想要保護他 都直接讓我就是類似絕題 後來呢也不太敢重刷 就是每看一次哭一次 另外一對小豆腐呢是說 第一次看到兩位主角 一起死掉的作品 尤其是魁經歷好慘大叔的陰影 老師呢 好像也是從這部開始 就開始走入了黑暗的風格 最近的作品也是這種感覺的 嚇得不敢入坑 只看大家一點點的討論 覺得盲猜這部應該會上榜 沒有錯 這部上榜的第五名 嚴重的劇透是有人說 在前面的部分就有猜到解決 但是不想承認 直到公打開盒子 看到眼鏡的時候 我才放下了漫畫冷靜三分鐘 有一種綁架殺人犯 就在眼前上演的那種感覺 非常的震撼 看完之後心情非常的低落 腦袋都在回想 瘦被殺死的模樣 自己看這些劇透 我真的覺得有點可怕 但以我而言啊 我覺得如果兩個人一起走掉的話 算是Happy Ending 所以我也不大確定 有可能是他的過程很虐 但是公跟瘦兩位是 心靈相通的那樣子的方式的話 對我來講 我都覺得是可以接受的那種虐 所以我現在看完大家的劇透的話 我自己是還蠻想去看看這部作品的 那再來另外一個呢 也是第五名的 二哈漢他的白貓師尊 那選擇這部作品的小豆腐呢 有分享就是 超常超虐超多人物超多迴圈 我還做過人物表哥 最後雖然聲像很暖 但是同時也非常的虐 造成我極大的陰影 卻又忍不住的推人入坑 因為希望不可以只有我被虐到 就是一種水鬼模式 想要拉所有的人一起 就是跟我一起死 然後另外一個是說 看到文章名稱以為是沙雕填文 沒想到直接被虐得冰冰蹦蹦 再加上那時候剛入坑 所以想說先從有名的文章開始看 括號之前看過的文章都偏清水 拖起來的車就讓我措手不及 直接有陰影了 這個坎差點過不去 有車不是蠻好的一件事情嗎 因為師尊很好 只是沒有特別表達 卻要遭受一些委屈 我捨不得美人委屈 小說前期一直在搖頭小公 就是那個前世的時候 師尊說那句是我父你 我簡直就有點受不住 想要大喊不 師尊你超棒的 誰在告訴師尊他很棒 這樣算陰影嗎 我覺得不算 因為你只是一個偏好師尊的女人 其實聽說就是看完二哈的人 就覺得很虐 好那再來呢 就是第四名獲得了 43票數的 最愛你的那十年 OMG 這部小說 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悲劇小說 投給這部作品的人呢 分享就是超虐 主角獸的白血病 還有男友出軌的作者描述 都讓人十分的心疼 我當時是看漫畫 一開始是被畫風吸引點進去看 結果每一畫就要哭一次 導致我完全不敢回去看 也不敢看原作 所以是看了漫畫 然後覺得很虐 好然後另外一位小鹿小豆腐是說 曾經姐姐問我 最愛你的那十年好看嗎 我說好看 可是我不希望你看 結局的後勁讓我好幾天都沒有緩過來 看到快結局的時候 內心覺得賀之書真的雖然恨 但是心中還是愛著蔣文旭的 一定會見面 但是永遠永遠忘不了 蔣文旭到最後 還是沒有見到賀之書最後一面 賀之書對蔣文旭的愛卑微到 我每看一次書名 內心就好絞痛一次 其實我大致上也已經 就是把他的劇透已經都全部知道了 但是因為我真的覺得 小獸個性真的是 愛就比較藏喜 心疼小獸 這本書讓我知道了一個人生的常態 就是他先動了心追了我 我慢慢的呈現在他的愛當中 他逐漸的忍沒 讓我覺得若有若無 最後他背叛了我 可是明明是他先追我的 我心碎的難以修復 我覺得反而最後動心 然後最執著的是那個 背上扣心的人 就是真的是很虐很虐 所以對 這部擺明的也是虐文的 如果大家有想要看虐文的話 可以來錄坑一下這部作品 那再來就是第三名 獲得了59票數 也是我心中很大的陰影作品的 犯罪心理 我真的看到了這個票數的時候 我真的心腳痛 我一定預料到他上榜 但我真的覺得 我要分享他的時候 我就覺得漂亮 我不知道我等一下 我會不會唸一唸有苦啊 小豆腐說 很好看角色在作者筆下 被寫的活靈活線 帶入感非常的強 以至於我現在偶爾夢到生生 枕頭就會濕了一片 生生 想到他我都覺得 心裡就是非常易難品 和社長一樣 宋生生是我永遠心中的痛 我雖然真的很喜歡犯罪心理 也常常拿他起來看 但是每次看的時候 我一定會跳過世生篇 只要一看到生生兩字 就覺得心裡很痛 我其實很喜歡看探討人性的書 但世生篇帶來的衝擊 真的是太強了 是整個世界觀都被翻覆的那種衝擊 犯罪心理真的很值得再三翻閱 但是世生篇抱歉 我沒有那個勇氣 然後這位小豆腐還給我的話 他寫說 社長如果看到我回答 又想到生生的話 我真的先跟社長說抱歉 不是故意想要害社長傷心的 一想到生生我也會想哭 但是甚至說希望我們不要為他哭泣 只是一個書中的角色 但是他已經成為我人生導師了 看了犯罪心理的人 一定也是會心疼他 又替他感到驕傲 我覺得如果要看劇透 可以看我另外一支影片 以他的名句我可以分享兩句給大家 就是我曾經講過就是 我覺得世界上任何經歷過他遭遇的人 我都覺得他沒有辦法 看他那樣子那麼偉大 就是他寫說 這不是抑鬱 這也不是厭世 是不是不得已的反抗 而是最清醒的選擇 最精準的計算 最慷慨的赴死 就是 全天下的人都以為他是自殺 但是其實沒有 就是他是心甘情願 就是為了想要保護的人 然後 他選擇 用這樣的方式就是離開他這樣 我怎麼又哭了 我生於晨空 強於烈日 我凹煙於風 從未遠去 親愛的姑娘 請不要為我哭泣 但是受生生 真的超多人為他哭泣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看這部作品 但是 就是大家做好心理準備 只能這麼說 好 再來分享第二名的呢 就是獲得62票數的 Healing Stalking 就是殺戮跟蹤 這本書目前呢 是沒有台版的 但是 B.L.H.M.M.A.我也介紹過 讓人家很有陰影 是因為他的劇情有殺人犯 跟跟蹤狂 兩個瘋子的戀愛 作者的畫風 跟作者的分鏡 都讓大家會 跟著裡面的主角 然後覺得 天啊 我的呼吸快要不順暢了 因為我真的覺得 下一秒我就會被發現 就會被殺人魔發現 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選這部作品的人說 有夠恐怖的 我還沒有看完 但是畫面呈現 真的是讓人超恐慌 每稱著看完一畫 就是只能感慨 究竟是怎麼樣 轟轟烈的愛情 真的是嚇死安冷 一開始想說 應該是沒有多恐怖 結果第一畫 點進去的畫風 已經讓我毛骨悚然 後面幾話更不用說 恐怖等級直接破版 和我看了 不管幾部的填滿 還是沒有辦法 忘記那當時恐怖的畫面 不過說真的 項羽真的是蠻帥的 是什麼 眼眶 他們到底有沒有 算好好的happie ending 或是是說 這樣子的編排 大家就是能不能接受 我覺得還是見仁見智 我自己是這麼覺得的 你要以理呢 還是以感情去看 這部作品 我覺得都憑藉著 讀者自己的感覺啦 如果本來就比較喜歡看 比較黑暗扭曲 然後恐怖驚悚的漫畫的話 我真的會手推大家去看這一部 做著他的畫風功底 真的非常的棒 可以去看一下 好再來第一名呢 獲得了103票的 你聽說過買鹽嗎 沒有錯 第一名呢就是我們的 必有台劇 History系列的那一天 結局的那一個瞬間 真的是大家都傻眼了 到現在還是很氣憤 而且我還拍了一集影片 在罵那個結局 什麼什麼珍惜 什麼鬼東西 我先念完大家的留言 我再好好講述一下我的心情 結局爛到爆什麼哏啊 完全被當笑話瘋傳 從陸府之後呢 基本上就知道 就是只要是BE的作品 我都不會特別想要去看 History的那一天的時候 因為沒有任何懷疑就去看了 結果沒想到峰迴路轉來一個BE 而且還是完全不合理的BE 在看之前18集的時候 我非常喜歡兩位男主角 在19集的時候 你居然給我這樣子的結局 最生氣的是大結局之後的那個直播裡 那位編劇解釋 這個結局的原因是有他的道理的 但對於觀眾跟粉絲而言 這就是一堆屁話 OK 非常的氣憤 然後另外一位 小豆腐寫了四個字 命不該絕 命不該絕 買鹽一輩子的痛 為什麼要去買鹽 太黑暗的還我香菇CP 買鹽 買鹽永遠過不去 最荒妙的就是 學弟跟魚西谷一樣 這是什麼爛劇情 感同身受的氣憤 因為真的我不懂 他這樣的編排方式 而且那兩集完全沒有好好的收尾 什麼叫做 我們應該要體悟到是好好的珍惜 然後我想說 What the fuck 魚西谷哪裡不珍惜 他得到就是 向好庭的每一天 我覺得他們每一天都很珍惜 但跟CP都一直以來都很 積極向上 而且也非常的努力在為未來的大學生活打拼 然後結果呢 碰一聲然後去買個鹽就這樣子掛掉了 這到底是什麼鬼劇情 這就像那個 擁抱春天的羅漫死影響 就是相騰到最後就突然之間 拍個戲 然後疊下來 然後撞到頭 然後就是沒有去看醫生 然後就以為沒事 然後突然隔一天醒來的時候 另外一半就叫不醒他了 這樣兩個相比的話 撞到頭 然後延誤就因 然後就死掉 跟脈炎 脈炎還是最沒有道理的 真是不愧 融獲了我們第一名最大陰影的作品 就只有他了 只有他可以穩坐這個寶座 好嗎 我真的是覺得搬給他 真的是非常的棒的一件事情 好然後呢 有一些漏網之餘就是獲得了15票以上 但是沒有前五名的 分別有幾部 就是我等你到35歲 這一部小說 就也是有名的悲劇的 然後呢 再來就是 188男團中的 娘娘腔 Given被贈餘的未來 然後死亡萬花筒 還有這一部呢 不是筆友 但是其實蠻多人寫他 就是banana fish 其中那個娘娘腔的 蠻好笑的就寫 少群太垃圾 承秀太可憐 只能說少群可以穩坐188男團單美紮公排行榜 第一名是有道理的 但是看完之後呢 其實會覺得非常一言難盡 比你說少群是一個紮公 個人傾向 兩個人都抓去看心理諮詢跟精神科用藥 一個妥妥的偏執 少律症 而且還缺乏貢錢能力 另外一個則是PTSD 斯德哥爾魔症 然後重點是 這麼未絞痛的愛 居然最後Happy Ending了 而且還是因為扭曲離奇的因素Happy Ending 真的是不能接受 所以這位小豆腐是希望 其實兩人都一言難盡 所以就乾脆畢翼結尾 就好了 然後推薦死亡旺的同學 應該是覺得很可怕 就是人屁股啊 什麼看到起雞皮疙瘩啊 然後還有不敢吃魚啊等等的 就是有一些就是 心理因素的那種恐怖 好那這邊也稍微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人給我的一些留言 好喜歡社長的影片啊 下次拍影片的時候可以綁雙馬尾嗎 雙...雙辮 雙辮是雙辮子的意思嗎 我覺得雙馬尾可以 但雙辮真的 先不要 剛剛這個標題好像覺得一定要來投稿 最後我想說很喜歡副社長 最近發生很多事情 很害怕會不會某一天就很難看到丹美了 像是抖音撤銷了元丹的標籤 B站打不出元丹 B站原本就打不出元丹了 因為我之前投稿過 然後最近漫畫廣播劇也被下降了好多 看了這些事情之後覺得空落落的 真的很難過 YouTube其實也是這樣的 你知道最近也收到了就是警告的標誌 所以呢我們也有成立一個官方的LINE 那其實現在呢只要用LINE 然後搜尋NIKI NIKI 其實就可以加入我的官方帳號了 那未來如果我有上片的話呢 也會提供的在上面 然後通知大家 那大家就可以去點新的影片來看 那因為我覺得最近YouTube好像有一點降我的觸及率 導致很多人可能看不到我的新影片 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留言 然後幫我按讚 對 多多看我的影片 還有人寫說 第一次投稿希望社長長命版稅 看片世上所有好看的作品 又是暗自期待被翻牌子的一個月 社長加油 好 我翻你 挑食的臭豆腐 社長你已弄亂我的心 什麼時候來弄亂我的窗 好的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跟大家一起調查的主題 哪一個是你人生最大的陰影作品 那再來呢就是我們的副社長Bio調查局 第六彈的這對真人CP一定是真的 我相信大家在看BioG的同時呢 應該或多或少都有吃真人CP這件事情吧 或者是譬如說追男團啊 然後也覺得這對CP一定是真的等等的 像是社長呢 以前就是在追不吉而安的時候 因為是第一次入那個就是太巨坑 在平時線下的時候呢 就訪談什麼的 天啊 真的就是跟真的一樣啊 完全就是真的啊 那時候我就完全深入在就是 泡芙跟明年CP當中 然後就是不可自拔 對 所以呢就是也很好奇大家呢 有沒有一對CP就是 他們這對CP一定是真的啊 就是也歡迎大家可以就是 把你們觀察到的一些小細節 然後他們到底為什麼是真的 然後或是你到底課哪一對CP呢 都通通的在下方的資訊欄當中的表單 跟我們分享一下 那表單呢我會放在置頂留言處 還有資訊欄的地方 那我們的影片呢 預計在10月17號的時候呢 會上架 然後跟大家討論一下 到底是哪幾對CP呢 非常的讓人家走心囉 那不要忘了要幫我把這部影片按個讚 然後並且呢分享出去 跟你喜歡必有的朋友們喔 還有要訂閱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 我是Niki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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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te AL ajuda 後悔 後悔 人家 到時候 一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